到底是會延長羈押 還是會先被起訴呢 我們先來回顧一下 這是9月5號傍晚5點16分的時候 柯文哲他被羈押境界了 當時他雙手上銬 而且還有回頭看一下鏡頭 那這個畫面一直到了現在為止 算一算距離他的第一次羈押期滿 剩下不到25天了 這下子壓力也給到了 地檢署檢察官這邊 因為有起訴的壓力 那麼如果說要把他起訴的話 是要什麼罪名呢 好 就有我們收到了獨家的爆料 說跟下一個他約談的人 非常關鍵有關 一起來聽 跟鏡華懲安有關係 然後是今天傳的10個證人裡面 加起來都沒有他大的下禮拜約談 那就黃三三而已 為什麼知道呢 因為他已經拿到了船票 他船票拿到了 下一部約談的人她將是關鍵 而且據說是一名超級大咖的女性 她到底是誰 其實名嘴並沒有指名到姓 真的是黃珊珊嗎 或者是我們畫面上你可以看到的 是她的妻子陳佩琪 又或者是其他兩名親信 包含蔡壁如或者是陳之翰呢 到底是誰現在還是一個謎團 不過我們先來進一部分析 究竟這四位女性跟柯文哲 她捲入的這些案件 到底有什麼樣的關係 我們可以看到像是 柯文哲她的妻子陳佩琪 她就是柯家的大帳房 那麼然後現在關注的是什麼 因為現在這些錢到底是流向了哪裡 是不是她的獨特的ATM理財 讓這些錢流入了海外的賬戶呢 如果有的話 可能就會涉及到貪污最嫌 另外看到的是另外一位她的親信 是蔡姐蔡壁如 在2017年的時候 她持任市長室的主任 收過朱雅虎的親筆信 雖然她跟這一次淨總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在這個時候她收到了這個信 也被懷疑說可能會有圖利的嫌疑 另外我們要看到的是 剩下的兩位女性 也就是另外兩位 像是時任競選總幹事的黃珊珊 以及時任競選副總幹事的陳志涵 兩個人其實最清楚 政治獻金是來如何使用的 也就是說小草門的政治獻金 你捐了捐款流向哪裡呢 現在看到兩個問號 有可能被拿去養 眾望基金會的員工嗎 或者是拿來養民眾黨的黨工呢 好 這兩個問號 如果說是屬實的話 恐怕兩個人會涉及的是背信罪 最高可能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而且還連帶有民事賠償 究竟下一步 剪連掉要約談的 關鍵這個女性是誰呢 謎團即將要揭曉 北檢偵辦金華城案 進入倒數關鍵 要趕在柯文哲積壓其滿之內 找到貪污圖利或是收賄市政 而我們獨家掌握到 下週將會有另一波約談 而且檢方還會傳喚一萬大咖 這位大咖會是誰呢 馬上請結安告訴我們 好 持續帶您關注金華城案 整體案件現在已經進入到了關鍵時間 可以感受到檢方這兩座動作頻頻 現在東森新聞也獨家掌握到最新的消息 就是檢方可能會在下週 傳喚關鍵的大咖證人 這名大咖證人會是誰呢 我們透過手板來帶您觀察 包括是像黃珊珊 陳佩琪 以及陳志涵還有蔡碧如 其中可以關注到的像是陳志涵的部分 因為她在2020年的時候 站在科事府上面服務 而當時也就是和金華城案的時間上有重疊 所以針對金華城案她是不是有知情 接下來可以好好的觀察 而另外則是蔡碧如了 因為過去週刊曾經報導過 她曾經被爆出有收過豬雅虎的親筆信 雖然她親上活性回應表示說沒有 但是親筆信上面卻是寫上了蔡姐 這名蔡姐是不是就是指蔡碧如呢 檢方這回也要來好好的釐清 而另外其實也可以觀察到在前面兩次 柯文哲都是拒絕提訓的 所以也不排除檢方在下週會再次的提訓柯文哲 甚至是帶隊到看守所來進行訓問 也是相當的有可能 在金華城案中還會有什麼最新消息 也請你持續鎖定東三新聞 我們今天進行的還順利嗎 民眾黨發言人戴于文 因為柯文哲捲入的政治先進案 被調查局北極站約談 這一問訊從早上待到晚上訊後請回 他勉強擠出笑容揮手示意搭車離開 今天是被人來傳訊的嗎 同樣也被傳喚他是柯市府時期 首長是機要洪哲穎 另外還有時任北市長機要 現任民眾黨秘書長周宇修 他可以說設核心幕僚之首 對眾望基金會的財務狀況明瞭 以及前市長機要秘書張瑞芳等人 都遭約談 檢調一口氣找11名證人 都是民眾黨黨工 以及眾望基金會員工 畢竟外傳查出部分機要秘書 離開北市府後轉入柯文哲進走 薪水卻是出自於眾望基金會 金流不登城 精華城案和政治先進案當中 檢方為了找到相關的貪污市政 不放過任何可疑之處 找來很多的被告以及證人 為了就是要來釐清相關金流 不過最主要的人其實是李文宗 李文宗在精華城案中 涉犯收賄罪和背信罪 假賬案中深悲偽造文書罪嫌 負責管錢的大賬房 可以說是檢方追查金流的關鍵角色 只要任何藝人說辭都不准 立刻出現破口 而管理這些相關財物的部分 大掌櫃的就是李文宗 所以就會針對這部分來詢問李文宗 究竟這些款項進來的原因為何 以及實際上當他收了這些款項以後 使用的目的又到哪裡去 那如果今天有非法的使用或非法的收取 那就涉及到了行賄收賄 以及個人背信等等的問題了 柯文哲駕壓期限剩下不到一個月 時間倒數中 柯文哲捲入的畢案真相將一一揭密 董燦圈盧平彤也要聽台北報導 簡連偵辦精華城畢案卻約談了前新北市議員 李婉玉的父親林志郎說明 訊號被譯人的身份請回 但是他跟柯文哲到底有什麼關聯性 為在台北市信義安河路口 燙金路段 這一棟廢棄大樓 他的前身是芝麻酒店 過去為了都根牽涉了上百億的利益 談了12年卻破局了 其實他的大地主就是林志郎 林志郎先生 那麼應該是跟政治先進有關係 他是雲林人 所以他在雲林非常有名 他也是有錢人 我們常常在電視上講的這個 包括景星大樓這些大樓 跟他都有關係 林志郎投資眼光精準 平平芝麻酒店的都根案 因為容積率卡關 林志郎甚至因為一張9億元的本票 提告建設公司 建商跟地主對付公堂 他這個百億的都根本來預計 會從台北市政府 拿到40%的容積率被砍半 不過林志郎被約談的當天 前議員李婉玉表示 他的父親 是台北醫學院第二屆的大學長 跟柯文哲一樣 都有醫療背景 也多次捐款給柯文哲 但是詳細的金額已經記不清了 而柯文哲的醫界有人被約談 還有他 其實去年民眾黨 就已經把吳梅壽 列到不分區立委的名單當中 排第22名 當時吳梅壽 就因為個人的因素挽洩 如今簡聯找上門 同樣都是因為政治獻金案 連家一身密車牌1122車主 台灣博弈教父陳銀柱 還有他的左右手 都曾經因為捐款給民眾黨 一個一個政商名流被簡聯傳還 北檢的態度明確 不只只想偵辦金華城弊案 除了要追柯文哲涉嫌突利罪 包含貪污背信等罪 只要有一點線頭 大咖就會被約談 捐款者人人自圍 扯到柯文哲是真倒霉還是有對價關係 就等起訴那一天 董山西文 趙简林泉 台北報導 進行的還順利嗎 民眾黨發言人戴于文 因為柯文哲捲入的政治獻金案 被調查局北極站約談 這一問訊從早上呆到晚上訓後請回 他在鏡頭前勉強擠出笑容 揮揮手示意搭計程車離開 晚間北極站人員大動作搬回不少物品 尤其時機點敏感 剛好這天約談的十多人 包含民眾黨秘書長周渝修在內 全都是民眾黨黨工 以及眾望基金會的員工們 對此北極只回應 這天沒有搜索眾望基金會 今天是被人來傳訊的嗎 被約談的證明 年輕年子是柯士補時期 首長是機要紅哨飲 被約談的相關者 在鏡頭前都保持沉默 沒有任何回應 北檢調查局以及聯政署等單位 為了追查柯文哲捲入的 多起重案金流馬拉松市 持續追查 東昇新聞林宇強 古漢林SNG小組在台北報導 調追查民眾黨主席柯文哲金流 鎖定了柯文哲市長任內的隨行秘書 綽號橘子的徐子瑜 橘子也被發現 在檢方搜索之前 就出境前往日本 被解讀是避風頭 橘子就是他的錢包 連到那個嘉義的博弈大亨 那個三百萬也是橘子去拿的 比較公開的大概是李文中 那實際上拿現金那個叫做橘子 近期前立委陳柏惟就公開 橘子有人寫給他的一封信 要橘子不要背鍋 因為家裡也不缺錢 2.3億 3.1億都只是零頭而已 不需要為柯文哲理香背景 陳柏惟推測這2.3 3.1的數字 可能就是柯文哲要橘子 保管好的錢 也爆出兩個橘子自己跟他媽媽 都有一個信託帳戶裡面 我相信姐姐一定會查裡面 有沒有柯文哲放錢進去 周小平認為橘子有可能是 掌握帳戶的關鍵人物 橘子帶走了什麼祕密 很可能就與信託專戶有關 名嘴姚慧珍分析 今年5月10號 柯文哲砸4300萬買商辦 5天後15號橘子媽杜翠玉 受託信託專戶就變更登記 接著16號陳佩奇用兒子人頭 創立了智瑶公司 8月28號商辦被曝光 馬上傳出柯文哲想把他交付信託 10月7號智瑶公司被發現結束營業 隔天10月8號橘子的角色 就被周刊踢爆 專戶疑似就會處理柯文哲的龐大資金 信託的好處是更隱密 然後都包括你的資本額 你都不知道的 他信託資產你也看不到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他沒有股東會沒有董事會 如果林嚴峰沒有踢爆的話 那請問原本他要信託給誰 柯文哲他是受託人 名字是他的 但是他可以透過用信託的方式 變成受益人是製藥公司 諸多巧合在檢調辦案期間悄悄異動 背後目的難免引人聯想 東森新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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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報導 檢調追查民眾黨主席柯文哲金流 鎖定了柯文哲市長任內的隨行秘書 初號橘子的徐子瑜 橘子也被發現在檢方搜索之前 就出境前往日本被解讀是避風頭 橘子就是他的錢包嘛 連到那個嘉義的那博弈大亨 那個三百萬也是橘子去拿的嘛 比較公開的大概是禮魂中 那私下拿現金那個叫做橘子 然後也爆出兩個 橘子自己跟他媽媽都有一個信託帳戶 裡面我相信幾年一定會查裡面 有沒有柯文哲放錢進去 橘子究竟帶走了什麼秘密 近期前立委陳柏惟就公開橘子有人寫給他的一封信 要橘子不要背鍋 因為家裡也不缺錢 2.3億 3.1億都只是零頭而已 不需要為柯文哲理香背景 陳柏惟推測這2.3 3.1的數字 可能就是柯文哲要橘子 包管好的錢 碰到事情太大條了 太大條 知道的秘密太多 又這麼有錢 應該會珍惜自己的前途 回來當證人 周小平認為 橘子有可能是掌握帳戶的關鍵人物 網紅四叉貓也持續爆料 又發現新的蛛絲馬跡 原來日前陳美琦自爆 用兒子柯富瑤當人頭 準備開設小草咖啡廳 所成立的製瑤人頭公司 在10月7號已經結束營業 讓她很惋惜 兩個月前才吵勝過 阿瑤啊 柯富瑤跟橘子是一線的嘛 女兒在美國 所以在美國跟日本呢 她女兒跟阿瑤的金流 那是非常重要的 是減年現在要突破的 另外四叉貓也發現 柯文哲的相關智庫 台灣新故鄉智庫協會 登記地址默默從台坡2樓搬到3樓 諸多爭議單位在檢調辦案期間 悄悄異動 背後目的遭公開後也引發關注 東森新聞之中心動可報導 東森新聞 club 都